中共十九大重头戏之一的政治局常委人士预计在二十五日十九届一中全会结束后先开底牌 路透分享 中共十九大的第一重头戏政治局常委人士预计在二十五日十九届一中全会结束后先开底牌 但海外对常委人选的消息一面分歧面猜测近期已趋一致 习近平将不会安排第六代接班人 活跃于推特 推特的大陆持不同政见折磨之时 日前表示 看来几天前的传闻越来越像是真的了 习里利汪涵赵王赵继伟 历人大 汪涵首书记处 根据流传于推特海外媒体的相近说法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 将不会依过去的前规则选定接班人 被视为储君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胡春花将不会晋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连带帝此前被揣测可能接替孙震才成为出向 未来将出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陈明尔也未被安排进入政治局常委会 近期逐渐趋于一致的消息 十九届中共政治局常委将包含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 军委主席立克强国务院总理立战书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韩正 全国政协主席赵乐际中纪委书记王沪宁中央书记处书记汪洋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根据十九大开前的消息陈明尔和胡春花君将入常而现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赵乐际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两人则继续留任政治局委员 其余五名政治局常委仍选择与最新版本相同 不过安排职务有意 但十八日中共十九大正式开罗之后 光是现任中纪委书记王启山是不是根据七上八下 六十七岁留任六十八岁以上退休的前规则 退出政治局常委问题就出现退不退 甚且退而不退退出常委但另有重用等多种版本 这种分析与猜测的混乱状况直到近期逐渐趋同最新一波的人事猜测 最早是由海外博讯网传出消息 十九大将不安排接班人陈明尔活春花不会入常 之后陆续有港媒报道 取代陈明尔活春花的是赵乐际 王沪宁这两匹黑马香港民报日前直指赵乐际将接替王岐山 称为中共中纪委书记 北京背景深厚的香港英文南华早报22日公布前述七名 政治局常委名单撰稿者王向伟为前南华早报总编辑 现任南华早报总编辑顾问已拥有良好的北京关系 授之香港新闻解 新加坡联合早报经意根据不同消息来源报道了同样的人事版本 但根据日本经济新闻 Nike今天发布的版本 陈明尔王沪宁究竟 谁进入政治局常委会 仍未有定论 与此同时 海外博讯网也提出常委七人名单 但和南华早报版本相较 在职务安排上略有差异 南华早报认为韩正将出任全国政协主席 汪洋出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博讯王伴则颠倒过来职务互换 早前消息 立战书将出任中纪委书记 但根据最新消息将由赵乐际接替中纪委书记一职 立赵两人同属习近平人马赵乐际升兼中共中央巡视工作 领导小组副组长为王岐山的副手 过去王岐山打虎时经常有咒的身影 南华早报报导 汪洋目前是主管农业外贸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 过去五年协助习近平推动 扶贫工作颇受赏识 而汪在处理对美外贸事务也广受各界赞扬 他未来将被提升为中国国务院常务副总理